凤林正名广场二期目前正在建设单车游客的服务中心 而未来将提供游客咨询以及服务的地点 由于在农历春节时发生火警 经过求证对于工程影响不大 预计能够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就能将工程完成 届时就能够提供游客相关的单车服务 目前正在建设的凤林正名广场二期工程 单车游客服务中心 是目前凤林正名相当期待的观望推展重要地点 未来也将提供游客咨询及服务的空间 现在目前很多人都会用到自行车 那运动我们在这里很早就给它规划 有灵异间但是去灵异的人要投币 那也有多工龙的厕所 里面我们有补助室 也有亲子的马桶 以及换药部的地方 里面都是用沙发雨 我相信我们这个厕所做好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花蓮最条线 是应该是最漂亮的 我们也会保护到最干净 希望说我们游客来用使用的时候 会感觉到很愉快 由于农历春节时发生火警 经过了解 目前承包厂商正在积极进行赶工 对于工程的影响并不大 也预计在4月底5月初能够完成工程 届时就能够提供游客相关的咨询与单车的旅游服务 记者凌杰丰镇采访报导